我跟他提了投资 但是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说太详细 27万拿去投资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买房 我是想买一个大房 这样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我 比较难接受的是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就像他刚刚过来 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凶 对吧 他觉得好像我们把我们的家设 暴露在就是现场观众面前 但是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能清清白白的 杜老师你觉得吗 他开始跟我说就好了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需要时间好不好 不是说今天准备明天真的有惊喜 你买房这么容易吗 那你开始跟我好好说 你跟我三两 你一夜之间把这个钱取没了 那我怎么想 我觉得很不尊敬 我真的不知道那笔钱对你那么重要 也很不尊敬 我只是在冲键里用资金而已 而且刚刚你也没有听到 嘉宾们都在那你说 说你有其他女人啊 而且刚刚 所有的说 我就说你不知所谓 你说那些话 我都不明白 我好好一个怎么 变成那个样子了 我觉得你真是不知所谓 你好好想一下 你到底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人家看到 我嘉宾被你说成什么样子了 人家看到你跟你妈 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说过 你当时说过你不会 再去见相亲对象的 我没有说过不跟你见相亲对象 但是我绝对没有东西乱搞 这我跟你说过 这我跟你说过 好